闔妻 《日子》中美席 《日子》中文時評》 《日子》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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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公表 》 《日子》中文字幕 男方健談 即使國安法 尋找到登機場 《日子》中文字幕 日子、國際公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114年 中环作为港岛区的政治商业和经济核心 就位置而言一直都有举足兴族的地位 商业方面 今日的中环万而里 即是昔日的中英街 一直到西英街 可能大家未必有理解 是区分华资和外资商业外面区的新界线 在居住方面 今日中区半山的坚岛 就是华人和外国人居住的新界线 殖民政府曾经立例 凡是华人是不得越界的 否则就算祝福法例 租教方面 今日中区半山的圣若汉座堂 就是英国人初留殖民地的主要崇拜的场所 相对于上环的文武庙 中国的传统宗教业绩 两者实在是有天烟之力的 香港是一个地小人多的地方 由威光至到现在 香港政府透过移山填海 开疆唐羽发展城市 所以填海的历史实在是一条既清晰 又明确的历史密络 可以让公众来的历史变迁 又开阜初年的王后大道 得负责安乐道 外典部广场 等等主要的动力 引民了不少香港的歧史 这些主要的按道 曾经促立了不同的建筑 例如前邮政总局 刚才哥爷都提过 王后马牛 《千千万万》和《布公卖宠》等 香港《舊照片》这个组织 是一个网上平台 2012年创立 透过上载《舊照》 给香港人认识香港认识的历史 我们深信 每一张《舊照片》 都胜在着香港的故事 如果组合不同的《舊照》 就能够还原昔日的历史密码 一张《舊照片》 或者可以是映像 但是呢 多张《舊照片》的组合 一起就可以成为一本历史学书 亦是认识历史上街的独特 我们越来越觉得 是香港人抗拒 年轻累累的文字的表达方式 果然喜欢透过《舊照片》 抒发他们的感受 而《舊照片》既有美项元素 吸引特者 让他们回到百年前的香港 仿如自身于欧陆都市 丰富他们的历史知识 本人希望透过《舊照片》的展览 给更多香港人 对本土历史产生停聚 继续自发研究香港的历史 《香港舊照片》这个组织 特别感谢多伦多大学 借出场地给今次的展览 得以成功举办 又充心感谢香港情怀 一直以来的帮助 使得展览得以在家港两地 一共三度 是举行这个展览的 藉着这次的机会 香港的《舊照片》 也荣幸可以邀请到 多伦多大学前校监 彼得国士 多伦多大学读书本 总管长Mr. Larry Elbert 香港驻多伦多 驻多伦多经济貿易办事处处长 勞必贵老师出席这次的理论主礼 使得今次的开幕典礼 更欠色彩 再次多谢各位理论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